我曾经问过我们的母亲 为什么要给我洗历清这两个字 母亲说 在未来的人生当中 你会经历很多的诱惑 挫折和喜悦 妈妈希望你 能够一直在利益面前 清清楚楚做人 母亲的教诲 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人生中 其实我们一直都会经历 无数的意外 这个意外可能是惊喜 也可能是惊悚 2003年11月 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我获得了一家跨国公司 去海外参加 讲师研讨会的一个机会 当我第一次在美国 接受了这样的专业的 讲师培训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了人生中 原来可以 有这样精彩的生活方式 回国的那一刻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顾家人和亲朋的反对 毅然决然决定放弃我原有的工作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一个恋爱中的少女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顾了 恋爱早已经冲昏了头脑 各位 你热恋过吗 是的 就是在那一个朝气蓬勃 充满梦想的一个年龄 我选择追求我的梦想 在这样一家事业平台上 我努力地付出着 收获着 我也得到了很多朋友梦想的一个直击 当然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经历了内心当中 巨大的一个震荡 当你获得的收益 和你想要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愿景 发生了不一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内心其实是 很冲撞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太多的不如意 是不能够在人前显露的 而我在这种纠结当中 最终做出了一个决定 所以 离开这样的一个事业平台 对我内心而言 叫情非得已 各位 那种感觉 就好像 你从热恋 又来到了失恋 当人生中的梦想 当你想要过得的那种美好的愿望 因为这样的一个选择 出现了一个破灭的时候 家人给我的更多的是关心 而我在这一刻 又回归到了我原来的行业 我从事了17年的一个教师生涯 也让我很容易在一家健康集团公司 成为了一名商学院的负责人 短短的几年当中 我已经忘记了曾经的梦想 2019年底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公司把运营中心放在了华东地区的江浙一带 而我在南京的一家店铺里头 偶遇了我生命中的贵人 这位好朋友 我称之为姐姐的好朋友 来店里看我的时候 不经意间 问了我一件事情 他说 商官你知道有一家这样的一个公司 已经进入中国了吗 我说什么公司啊 在我眼里 其实我早已经 对所有的项目啊 公司啊 平台啊 这些敏感的字眼 再也不关注了 因为我觉得 我内心当中 再也不想去碰任何 我过往的这样的 也跟伤疤有关系的事情 当他说出爱多美的时候 我毫无感觉 我说不知道 可是他却很欣喜地说 你真的不知道爱多美吗 我说真的不知道啊 他很兴奋 然后告诉我 我会再来 我会给你带一个小礼物 他真的再来了 带来了一个精致的小礼物 一个小牙刷 哦 我说这就是爱多美 爱多美是卖牙刷牙膏的呀 因为在过往的 事业经历当中 我卖过上千上万只牙膏和牙刷 我真的是不想 再去跟这样的行业打交道了 我这位姐姐非常兴奋地去跟我讲 这个牙刷的精彩之处 而我出一个面子 各位 给别人面子 是不是就是给自己最大的面子 我收下了这个小礼物 但是因为你并没有用心地去对待 我也只是用了而已 因为我的生活是在南京 但是我自己的家呢 是在山东青岛 我往返于青岛和南京的过程当中 有一次因为出差 就事隔了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 那又一件事情触动我 也是从这只小小的牙刷开始的 当我从青岛回到南京的时候 无意间我去到洗手间 看到了那只漂亮的小牙刷 和我曾经用过的那一只价格比它高了三四倍的牙刷 一起在我面前出现的时候 我的眼睛非常的震惊 为什么 半个月的时间 在南京梅雨的季节里 那只比它贵了三四倍的牙刷 已经布满了霉斑 而这只金灿灿的金黄的小牙刷 毫发无损 这一刻我突然心动了一下 各位心动了一下的感觉是什么感觉 是的 是的 那一刻有颗小小的火苗诞生了 我很兴奋地跟我的小姐姐说 哎 你这个小牙刷真的是很厉害哦 这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那个比它贵了很多的牙刷 已经布满了霉斑 而你这只小牙刷毫发无损 这个时候 小姐姐兴致勃勃地又去跟我讲 这只精致的小牙刷背后的故事 正是因为这个牙刷 我打开了百度 去查阅了所有 关于这家公司 起源 发展 以及它深厚的文化 那一夜 无眠 各位 我因为一只牙刷 又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各位 各位你觉得 恋爱的感觉 美妙吗 是的 非常的美妙 如果说 是一只小牙刷 打开了我对爱多美了解的一个心门的话 倒不如说 是我一直有一个 去为完结的梦想 在我内心当中 蠢蠢欲动 这几年当中 虽然我辗转 虽然我游走在原有的专业的行业里 可是 我离我的梦想 却越来越远了 因为这只小牙刷 我结缘了 爱多美 当我看到这只小牙刷背后 如此霸气 如此深厚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时候 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惊 源于韩国的科马集团 我可能在十几年前 就因为上一家公司 就有了解过 这是一个非常有背景 非常有实力的 具有超前的 一流的这样的一个加工工艺的企业 韩国科马 真的在我心目中 早就已经是 非常有实力的生产公司 而我上一家平台公司的一些产品 也是源于科马代工 而另一个 它的生产研发公司 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 是我所不知道的 而在我了解的过程当中 我越发地对这样的一个小牙刷 它背后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找到了这位姐姐 也找到了 姐姐身边的这些好朋友 在经营和了解爱多美事业的好朋友 也认真的去了解了爱多美 因为是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 也因为知道了爱多美 已经落户了中国烟台 而我刚好春节要回到山东去过年 就相约了几个好朋友 一起去到山东烟台 去考察 是不是爱多美真的在中国已经落户了 各位 我相信这段经历 很多人是有同感的 我们可能真的在这样的一个需要重新建立的程序体系当中 也让我们重新找回彼此的信任 而这一次烟台之行 我的心终于定下来了 我看到了爱多美 在今天中国市场上 已经悄然的处理的一个过程 虽然那是一块漂亮的木布 但是上面写着爱多美三个字 虽然这个还没有建完的大楼 还看不出它有多么辉煌的未来 但是那一刻我知道 爱多美真的来了 而我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小牙刷 再一次的去打开了爱多美 它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一个文化 正直 善良 是我们今天这家企业提出来的经营哲学和理念 而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被它的正直和善良去感动着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今天各位 仅仅是一只牙刷 如果您去去超市购买的时候 您会去跟超市老板讨价还价吗 我相信答案是不会的 一个牙刷几块钱 十几块钱 就算是二三十块钱 你也不会去讨价 为什么 因为小 因为太便宜了 没有人会在意 可是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订单 要买一百只牙刷 您会和这个超市的老板 去讨价吗 诶 你会发觉 还是这只牙刷 因为数量变了 你就有了要去讨价的想法 那我们再换一个 换一个角度 你今天不是买一百只 是买一万只各位 我相信这一刻 有人会有了另外的想法 你已经找的不是超市的老板了 找的是谁啊 是的 是的 恭喜你 你是一个财商很高的听众 你一定会去找牙刷的生产厂家 也就是我们说的生产的源头 可是我们看一下 牙刷从买一只到一百只到一万只 牙刷并没有改变 可是你的心态和想法却发生了改变 为什么 所有的消费者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 希望他所购买的心仪的产品 能以更优惠更优惠 再优惠一点的价格来购买 是这样的吗 而我今天在爱多美看到的 就是你不用再去议价了 你也不用再去想买一百只 还是一万只才能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实惠的感觉了 因为今天在爱多美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在我们的爱购商城当中 爱多美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权利 还给了所有的消费者 所以在我眼中 爱多美突然冒出来了两个字 叫做还权 各位 原本我们的消费者 就会因为这种非常值购的方式 获得最大化的一个收益 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 是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 去获得它应得的一个收益 所以我觉得爱多美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它真的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 把这份权益帮我们集体的去 做了一个大型的议价团 无论你今天是在中国购买 还是在全世界购买 它用它GSGS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已经通通帮你做了一个团购的议价 而把这样的一个优惠 还给我们的消费者 让消费者获得最大的一个实惠 其实也是为了让我去感受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内心的这份感动 是的 爱多美给到我的第二个感觉 就是感动 这个感动除了来自我们大众精品 和优品良价的一个策略 更重要的是 它唤醒了每一个今天热爱 这样的一个优品良价产品的消费者 内心中那一点小小的一个梦想的火花 太多的顾客 太多的消费者 已经忘记了那个久违的梦想 所以在爱多美 我们经常会说 有这样的一位老人家 他叫梦想男人 在我眼中 这位可爱的满脸慈祥 永远拥有灿烂的笑容的梦想的男人 也是点燃我梦想的男人 这一次再看到爱多美的感觉 和我在少女时候 去看到那样的一个冲动的 莽撞的创业之初的想法 已经完成发生了一个新精神的改变 我不再那么冲动了 我也不再那么盲目了 而更多的是带着一种理性 带着一种欣喜 带着原来对这种美好梦想的一个期许 我再一次发现 原来我还年轻 原来我依然还希望去实现 我未曾完结的那个目标和梦想 所有的美好在那一刻 真的让我感觉久违了 又让我找回了一种幸福的感觉 在爱多美当中 我们提出来了这样的一个观念 人人其实都是我们可爱的 朴涵及董事长的化身 而这个化身其实是建立在 我们以个人IP打造的过程中 去完成了今天 作为一个爱多美天使 一个爱多美使者的一个化身 爱多美到底是什么 我们除了让所有的顾客 去被感动的过程中 其实也唤醒了每一个顾客 去挖掘你内心的梦想 原来这是一个成就 每一个顾客可以成功的舞台 当我想到这一块的时候 我内心中真的是 一次一次的被触动 过往的历历在目 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伙伴 因为对待这样的一个平台 事业的失望 而选择离开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觉得爱多美 也许可以让他们 重新获得一份希望 所有的人都希望 在未来美好的生活当中 让自己过得更加的丰盛 而今天爱多美提出来的 均衡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也让我看到了 它更高的一个目标 我的内心当中 只能用仰视两个字 再来看待爱多美 今天的爱多美 通过它建立了这样的一个三大文化 真正的影响了一批 得高望重之人 也影响了一批在同样一个行业当中 非常有眼光的一群智者 今天的爱多美 也影响了一批90后 甚至是00后 这种初创创业的一个梦想 我在这里看到了 很多年轻的 以及曾经成功过的 所有的这些好朋友们 重新又来到爱多美 又重新燃起了 他们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憧憬 而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 完成了第一个目标 虽然这个目标在我的计划当中 只是我在爱多美中的第一步 但是我知道 爱多美对于我而言 才刚刚开始 在过往爱多美成长的十年当中 我只能用光彩夺目来形容它 当所有行业都面临着萧条 甚至是开始去褪败的时候 爱多美以一记清流般的速度 在全球稳健的发展 十年当中三十倍的成长的业绩 让我看到了未来十年 它在全球更闪光的一幕 如果说你是一个经营者 我相信一个项目 一个成长空间的事业 一个平台 一定是它 未来更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才能够令到你有更多的欣喜 而我看到了那一幕 我似乎看到了 未来在中国市场上 有无数个热爱 优品良价的家庭 因为爱多美去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甚至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 而那一幕就是因为 它建立了全球的流通的这样的一个枢纽 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这个枢纽的中心 各位 这是一份责任 也是一份呼唤 当我举取右手 去和公司所有的同人们 一起去念我们的私讯的时候 那一刻 其实也是对心的一种呼唤 真爱灵魂 什么叫做真爱灵魂 2020年的6月28日 当我第一次参加线上的一次研讨会的时候 我们华东区的一位经理 迈克在线上会议上 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也是深深的触动了我 爱多美提出来 不把任何人当工具 任何人的成功 都不是因为一个人成为工具而成功的 因为爱多美回归了商业流通的本质 就是消费 各位 今天爱多美作为一个刚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作为一个国际化的 一个优品良价的商业机会 你是否看到了它 未来更广阔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领域 所获得的空间 如果你今天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产品 不能够自带联性 如果你今天分享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不能够自带锁阔功能 或者是带流量的话 各位 你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市场 又能够生存多久 又能够增长多少倍呢 而今天我看到了 爱多美在未来的十年当中 他清晰的刻画出来 2020年到2030年这十年间 他将完成450亿的目标 各位 这个成长过程还没有发生 你是否遇见到了 你或许也成为其中的一员 从环权到被感动 从感动到我愿意去分享和代言 为真爱灵魂发生 为我们的优品良价代言 各位 那一刻我知道 这才叫重新去拿回我的梦想 重拾我原有的一个梦想 各位 今天我可能站在这里 对于很多而言 我们每一个伙伴 每一个好朋友 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 和你无关系的一个事业平台 而在我内心当中 我已经看到了 你眼中也依然流淌着那份希望 和你心中已经点燃的那个梦想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还有梦想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舞台就属于你 我相信未来爱多美 这样的一个绚炼多彩的十年当中 你依然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也来炫耀你最美的高光时刻 好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为真爱灵魂发声 为优品良价代言 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 和我们一起踏上这份分享 真爱灵魂的事业平台 祝福你们